那,或是我們公園的話,然後不開放使用 那,是不是請公園出現來做一下結段的回答,好不好? 嗯,我想,就我了解的話,現在目前那個地方有一部分區域都是已經開放在使用了 那個我大概就這樣說明,有開放使用了 它是部分? 裡面,裡面,裡面 沒有,那這個裡面的話,因為這個不屬於我們全管部分 那,那這可能要有其他那個組織機關 因為我最最早就是在那個,那個什麼,那個派出所旁邊,那一塊那個,對,我們已經開放使用了 應該是這麼說,就是說,目前的話,公園處這邊,屬於他們自己的工 就是應該說,都市計畫裡面公園用地的部分的話,事實上他們現在已經開放了 那,只是說不太清楚,你所提的所謂的,要開放的那整個,呃,地方到底是在哪個位置 對,就,沒關係,等一下就請他補充說明一下好了,好不好? 好,是第一個 那,第二部分,等一下是應該要請教夢處這邊來回答 那,我想,就整個,呃,就整個,呃,就,討論整個張先生跟李小姐的問題好了 就是說,整個道路,計畫道路開闢之後 那,事實上,對整個大人裡的交通衝擊基本上,應該是很大的 那,尤其像,李小姐的話,她有提到就是說,如果日後,事實上,測量從大道路進來 然後,穿越這條計畫道路,然後一路進到林口街38項,然後就從林口街這邊出去 那,事實上,這對當地的民眾的話,事實上,不管是行的安全也好 或者說居家品質,事實上都會有下降 那,我想請問一下,教夢處就是說,針對這個部分的話,然後,呃,呃,你們大概預計 在這條計畫道路上面的話,然後,大概,要採取什麼樣的方式跟做法 然後,可以保障,呃,日後整個單裡,民眾的話,然後,在這邊,整個行的安全 基本上,真正在講道路嗎? 我們希望,它其實是一個區域內,地區內的道路 我們不希望它是幹道路,我們不希望人家領路太多外面的車子進來 所以,我們在規劃的過程當中,大家可以先做到第二頁的部分 它這個地方,我們規劃一個兩公尺的人行道 讓大家可以舒舒服的行人在上面的走 那,車子的部分,我們給它法規規定,給最基本,最基本的一個 它必須要給它的寬度 所以,我們給它兩邊,雙向各三公尺的寬度 那,希望它進來的時候,不要開這麼快 那,相關的這個,道路的一個檢速設施 那,我們也會試,那個道路開闢之後 它的實際的使用狀況,然後看有沒有需要去設一些相關的寬度設施 那,如果基本上,我們在這個路,這段道路 該有的斑馬線,該有的停止線,然後分享線 這些設施,我們基本上都會去做一個設施 都會有幸公處在這個工程裡面去做一個設施 謝謝,謝謝主席 所以,其實我還是針對剛剛機關沒有回答的部分 還是請機關說明 剛剛機關所說的說 現在因為交通瓶頸一定要開放 所以我剛剛有問到說 請機關說明你們現在流量的評估是多少 開了這一條道路之後,能夠化解其他道路所增加的流量嗎 進到我們福德領口間38項的流量 每天的流量測是多少 請你們提出數據來 我剛剛一直有說 這邊會不會進來會影響到我們這邊老人和小孩 在這個公園附近活動的安全 要不要需要設置紅綠燈 你們都沒有回答 麻煩你們真是我的問題 就有關於主席希望我回答說 增加這個11米道路之後 兩邊,我最主要是11米道路之後 兩邊會不會增加新的公園 不然開這條路了之後 既然這一塊地是可以分割可以使用 可以開發的 為什麼不先讓我們這些居民使用 而在那邊養蚊子養蟲子 謝謝 交通處 針對那個張先生所提的問題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計算那整個交通的流量 然後 所以議員是不是如果他們都不能回答 這個工程的必要性是不是應該要受到質疑 如果都市計畫是這樣的規劃 不能夠改嗎 如果不能夠改 為什麼現在又說要做社會住宅 機關應該要明確的回答 也請議員幫我們監督 謝謝 這個部分我知道這位先生有一些疑慮 不過這個部分剛才我有說明了 這個都市計畫當時候都有經過檢討 那等一下如果有需要這樣說明 或許也可以請交通局的長官 再協助我們做一些說明 不過這邊主要可能再跟民眾報告一下 就是剛才我提到就是未來因為北側這邊 會有一個社福設施用地的開發 那當然南側剛才公園處的長官有說 未來就是有一個1.6公頃的公園 那北側社福的用地可能 不知道各位應該也知道 就是早上有在都委會經過討論 所以未來其實它可能是會有一些 包含這個像社會性的一個服務地區的一個設施 這個部分還有另外的 所以當時候這個整個道路的需求 可能要從未來整個可能 基地的整個開發的這個狀況 來做一個整體的檢視 所以當時候應該有經過整體的評估 所以如果是說未來有一些開發的這個 整個對於地區也有一些設施的提供引進 那如果地區沒有這個新的一些 至少一定的一個道路系統來做一個處理 的話可能也是會有問題 所以這整個當時候是經過一個整體性 都市計畫的檢討 那這個可能也不在今天的這個主要的議題 因為今天主要是針對這11米計畫道路 因為它確實依照都市計畫 我剛剛有說明的這個 其實它已經是定案了 它這個部分現在確實是沒有辦法跟動 那所以應該是今天的議題應該是說 到底我們這個市政府各單位可以協助 各位在未來這個11米的計畫道路開闢 及公園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施工的安全 或是怎麼樣去配合 或是未來我們在整個商業區等等開發 怎麼來做一些細部設施來配合大家的需求 來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我想這個是可能比較務實的 也許是對各位也比較有幫助的 那我只是先做以上的說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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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